從各大電影獎前哨戰評論家選擇電影獎 到金球獎再到有英國奧斯卡之稱的 英國影藝學院電影獎 奧斯卡風向球的最佳女主角 都指向同一個人 在希臘名島由格蘭西莫 琢磨五年的超現實科幻浪漫喜劇電影 可憐的東西中 火力全開大展深厚演技實力的艾瑪士東 有望在繼2017年越來越愛你之後 再度奪下奧斯卡金像獎貨怪 艾瑪士東飾演的貝拉 身體是成熟女性 卻被植入腹中胎兒的大腦 思想不受社會規則束縛 异想天開 幸運過盛 更對未知的世界如饑似渴 艾瑪在片中精彩揣摩 嬰兒到成年的行為舉止跟心智 不管是初探世界時 手腳不協調的怪蛋舞步 所有頭一次經歷的新鮮感跟驚奇 或是閱讀中大量獲得知識 立志要成為醫生時 眼中閃爍的堅定 飾演貝拉讓艾瑪更加強烈感受到 生而為女人的一切 包括自由 恐懼與勇氣 擁有女神外表更是努力型演員 包括角色所需要的各式各樣口音 都歷久要完美轉換演繹 像是同樣是英國腔 從細節處精準呈現 截然不同的角色特性 甜美笑容 沙啞嗓音 是愛麻煩插萌的特色標誌 沙啞其實是因為 罹患過嬰兒長腳痛 經常哭鬧而傷到身帶 會走上演藝之路 則是因為雖然不喜歡上學 但有天生控制欲 對成績非常要求 七歲就得了恐慌症和焦慮症 每三十秒都要問媽媽 今天會如何 直到十歲初登舞台 找到可以發洩情緒的管道 從此立定志向 為了追夢高中只念一學期 搬到洛杉磯 只是一路走來並不算順遂 曾經每天試鏡卻都失敗 接完吻就被頭錘 2007年青春喜劇 男孩我最壞 終於讓愛瑪展露頭獎 而後首度擔岡女主角的 破處女王 一舉讓愛瑪獲得金球獎 最佳女主角提名 只是後來的作品 往往是毀於參半 褒貶不一 直到2012和2014的 兩集蜘蛛人電影 叫好又叫做 下墜那一幕 摔碎無數觀眾的心 而後鳥人中 吸毒的女兒 奪下金球和金像 雙料影后的 越來越愛你 再到2018年 珍寵裡 野心勃勃的攻鬥 以及2021年 時尚惡女 酷依拉的 風點與脆弱 步步步洗練積累 演技最終在可憐的東西大爆發 不斷追求進步 挑戰自我 年僅35歲的愛瑪士東 這能度兩度橫掃各大獎項 絕非偶然 這次是否二度奧斯卡豐厚 全球影迷 屏息一帶 靜新聞 Dwema 無告 以資銜報道 立刻下載 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